關注大碼掌握國際 歡迎收看RTM華語新聞 您好 我是林芷茵 來看這一節新聞的主要內容 送餐員罷工引起政府關注 電照車司機代表 以及摩托外送服務代表 已經安排與交通部長會面 上訴庭裁定 大馬女子與外籍配偶 在海外產下的孩子 無法自動獲得公民權 馬華促請朝野修改聯邦憲法 賦予大馬母親同等權利 泰國昨天通報 境內第四例喉鬥確診病例 患者為一名女性 也是該國首位感染喉鬥的女患者 我和他打掌握手機發生 記憶不抑或是 我和他打掌握手機 大马气象局向沙巴及沙拉越 发布连续降雨警报 从今天起到明天星期日 沙拉越北部地区 沙巴西部以及纳敏联邦直辖区 将下起狂风暴雨 各县天灾管理委员会接获警报后 也随即提高警戒水平 大马气象局在官方网站 发布了恶劣天气警报 涉及的地区包括沙拉越木礁的 马都县、拉勒县以及木礁县 明都鲁的达岛县以及明都鲁县 梅里的苏碧市、马鲁地河梅里县 以及林梦 至于沙巴 狂风暴雨预计发生在内陆地区 像是石碧丹、刮拉班优以及宝佛 除了古达及西部地区 同时 大马气象局也向沙巴及沙拉越水域 发布一级及二级警报 预计6号到8号期间将出现强风巨浪 气象局解释 位于菲律宾西部的低气压 正在向越南东部移动 预计会给东马及西马半岛带来强风 沙拉越北部则会面对暴风雨 我国两大送餐平台昨天针对送餐费问题 罢工24小时引起政府关注 首相政治秘书凯尼桑透露 首相办公室已经安排电照车司机代表 以及摩托外送服务代表 与交通部长德德西魏家祥 及人力资源部长德德西萨范南会面 凯尼桑表示 目前电照车司机代表 以及摩托外送服务代表 已经敲定下个星期一与魏家祥会面 Pihak PMO telah mendapatkan persetujuan daripada yang berhormat Menteri Pengangkutan untuk berjumpa dengan wakil-wakil daripada PHLing dan juga E-HLing supaya kita dapat selesaikan dan memberi kelegaan kepada rider dan juga driver supaya ada win-win station lah 他解释 首相大都市 Isma Zabri 非常关注送餐员面临的课题 因此 他昨天也和两大送餐平台代表会面 了解情况 这些送餐员昨天罢工 抗议两大送餐平台 剥削送餐员福利 大马竞争委员会 针对国内肌肉价格上涨的原因 展开调查 初步判定 本地有五家企业违反 二零一零年竞争法令 第四条文 因而造成家庭饲料价格调涨 不过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Iskanda Ismail表示 调查结果还处于初步判定 暂时无法确定这五家企业 是否真的违法 帮助全世界 由这些企业 在这一段时间的违离 大马竞争法令 我跟其他达到 违反应 YCC也可以 扶货 变成家庭饲料价格 促使企业间增长相同 使消费者在选购时受到限制 进而导致肌肉供应出现反竞争局面 无论如何 当局已经向这五家企业发出通知 他们需要在三十天内提交书面声明 而当局收到回复后 会择日让他们进行口头陈述 大马高庭去年九月裁决 大马女子公民在海外产下的孩子 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不过自政府上诉后 上诉庭以二比一多数票裁定 大马女子与外籍配偶在海外产下的孩子 将无权依法成为大马公民 针对上诉庭的这项裁决 马华随后立即发文告指出 希望能够修改联邦宪法 赋予在大马母亲与父亲同等的权利 马华发言人陈钧儿表示 希望下一次的国会会议 能够考虑修改联邦宪法 将宪法中原有的父亲 改为父母任何一方 母亲或父亲或母亲和父亲双方 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都可以继承公民身份 以消除对大马母亲的歧视 他说人民如今正沉寂在国庆月的愉悦氛围当中 因此联邦宪法作为在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法律 应该在大马一家精神 公民价值观 性别平等与自由 以及消除歧视下做出修改 马华也发现到 以上裁决是2比1的裁定 而不是一致的判决 持不同意见的法官 德德南特巴勒强调 不允许大马女子公民 在海外产下的子女 自动获得公民权 等同歧视女性 因此迫切需要朝野政党的支持 来修正法案 以赋予在海外大马母亲 与父亲一样的平等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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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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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翠美有过一段婚姻 两年前协议离婚 育有一名儿子 努瑞瑞在脸书贴文写道 2022年8月5号 他们俩在父亲的庇护下 被身边亲属所接纳 同时还附上与丈夫 父亲以及母亲 达的是一番阿基萨的合照 为保障军人及军属的健康福祉 我国首间武装部队健康诊所 正是在沙拉越古镜的 佩瑞瑞营营地投入运作 该间综合性诊所 预计将汇集古镜和周边一带 超过一万两千名军人和家属 以及退伍军人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利亚 吉萨姆定指出 设立武装部队健康诊所的目的 志在减少对公立医院的 福福依赖 同时维护军人及军属的福祉 吉萨姆定介绍 这一间综合性诊所 会提供医疗和牙科专科服务 包括设有门诊和病房设施 而另外四家类似健康诊所 也会分别建设在吉达的双西大年 登下楼的十不浪打几 如佛居鸾以及彭亨关丹 吉萨姆定希望 军人的福祉能够继续成为 该部优先关注的事项 针对国会反对党领袖 德德西安化促进政府终止 还没展开的滨海战斗舰项目 国防部高级部长 德德西以上不定做出反驳 并指这是对方的政治计量 同时表示 滨海战斗舰是保障 让国家水域安全不可或缺的资产 因此政府不会终止该项目 反制会继续推进 因此如果终止该项目推进 这将影响供应商当中 百分之九十的退伍军人 同时取消该项目也有反公帐会的建议 而且违反新门政府 在执政时继续执行该计划的决定 政府正在积极扩大国内的5G网络覆盖率 但是近期就有组织挑起5G网络技术 可能致癌的疑虑 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 Dado Zahidi 表示 至今都没有证据表明 使用5G网络服务会导致癌症 同时通讯部也没有收到任何潜在的危险报告 Zahidi 昨天反驳大马伊斯兰消费者协会 有关5G网络致癌的说法 该消费者协会表示 如果5G的网络速度提高到了一百千兆赫 用户担心这可能危害到人体的健康 替谈消息 马来西亚组总监在登加楼点燃战火 尽管登加楼占有主场优势 也在这一个赛季中战无不胜 取得七胜二品的战绩 不过主教练 毛马拿夫基认为 以登加楼目前的情况而言 今天在半决赛对阵雪兰娥 并不是十拿九稳 拿夫基表示 两支丑队是军力敌 无论如何 现年44岁的主教练表示 他将冒着面临最强阵容的风险 派出没有受伤和健康问题的 关键酬员上阵 拿夫基坦称 当加楼组队必须尊重选 雪兰娥绸队 因为雪兰娥或许会在主场 给他们带来惊喜 他解释 拥有红聚人之称的雪兰娥绸队 是一支整体上都占有优势的 足球队 因为组内拥有两名主导进攻的名将 Harlison Chayun 以及Henry Kuri 墨西哥早前举行三明治展览会 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同的品尝体验 现场出动多名厨师 制作重达至少八百公斤 长达七十四公尺的巨大三明治 打破最长墨西哥市三明治记录 新闻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我是林芷莹 感谢收看 Salam Glaga Malaysia 我们再会 杜崎衔地祟 最后一起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